第一次烘好电过后 机器正常准备化锡了 过后首先保证这两个轮子一定要收力 收力过后 然后点这个out out点着不放 锡炉就会往外出 当锡炉出到这个极限过后 它这里有个线位 当那边那个开关 那里面还有一个开关 挡到这个线位的时候 锡炉出到极限了 锡炉出到极限过后 你就可以加锡条 锡条就加到这个锡锅里面 加到锡锅里面 然后当锡条加满泥 锡锅还差一公分的时候 就可以停止加了 停止加了过后 就按这个硬 把锡炉开进机器里面 然后开进机器里面过后 我们要调整锡炉的高度 调整锡炉的高度 大概锡炉捣柜的倾斜角度 在4.5到5.5之间 大概倾斜角度 这个捣柜倾斜角度 我们大致角度就这样子的话 锡炉进来过后 然后这里高度还很高 是不是 这里高度太高的话 高度太高过板的话 就肯定过不了 我们要点这个 up 点这个up 身上锡炉过后 身上锡炉过后 其实最标准的 如果说是过锣板的话 就这个爪子底部 爪子底部 你这个喷口 大概有个两三个毫米 两三个毫米 是最标准的 如果说是过字锯的话 最好调的时候 就是放一块板 放一块你要过的板 或者字锯在这个位置 然后就说 在高度就调的 那个字锯和板 这样来回可以动 来回可以动的差距 还留个一两个毫米的间距 那样的话 那种距离是最好的 调好距离过后 调好距离过后 就在这里要调波 调波峰高度 我现在我这个锡炉 是没有加锡的 先登录一下 M1 然后就说 现在我们这个 一般出厂的话 这是波峰1的频率 赫兹 它单位是赫兹 它是12赫兹 然后波峰2的频率 单位是18赫兹 最开始出厂的话 我们就是12赫兹左右 然后就是说你这里进进行你要先关掉 关掉进进行过后开波峰1和波峰2 然后马达就会转 我现在这个里面是没锡 我现在这个马达是在转了的 里面没锡 里面如果有锡的话 它就会起来 现在没锡 就是打个比方 你有锡了 你转的时候就看一下 这个喷出来的锡 跟这个钩子这里 然后高那么一丢丢 就可以一点点就可以焊到板了 知道吧 然后那种高高度就刚合适 调这个频率的时候 调这个频率的时候要慢点调 不要一次性的幅度太大 如果说你假如说你调这个调到10 假如13你就加个13.5 然后点一下其他位置 好那边就会动力一点点 调频率的时候慢慢来 以0.5个单位的往上加 好吧调到合适为止 然后调到合适过后就可以过板了 2 5 5 6